位在台中市北区博管东街的 Yamide厨房 是一家复合式减餐店 不只提供一般减餐 还有下午茶点心 每次到了吃饭时间 就会有附近上班族 和一般民众前来用餐 虽然目前物价高涨 但是老板娘为了让顾客都能吃得开心 又没有负担 尽量压低餐点价格 还贴心的推出每日套餐 更换不同口味 提供给顾客评价好吃又多样化的选择 我们每天都出不一样的特餐 让上班族来这边也都不用再选择他们要吃的 每天来就只要特餐就好了 那我们有一二十种的特餐在轮 所以我可能价钱上 当初有设的第一点 所以成本会高一些 但是无所谓啦 大家吃得开心最重要 而且我们这边加饭也不加价 Yamide厨房店里装房温馨可爱 除了有一般的减餐之外 还提供果汁茶咖啡等饮料 让人享受惬意的午茶时光 而且店里卖的手工咖啡 利用红析技术能让煮出来的咖啡有不同的口感和风味 也是许多顾客的最爱 Yamide厨房简餐相当讲究 店里的炭烤鸡腿套餐就是最多顾客的选择 马铃薯炖鸡也是招牌人气餐点 每一样套餐都会搭配多种蔬菜附在饮料 让消费者只要花一点小钱 就能够吃到营养均衡 美味可口的精致餐点 味道不错 怎么不错 不会太咸 刚好 咸度刚好 那马铃薯有暖很好吃 很香又很脆 很好吃 很好吃 蛮好吃的 就是它那个 鸡肉口感 那个软 嚼劲软硬度刚刚好 原本是一名家庭主妇的老板娘黄秀圈 还算是餐饮界的新鲜人 开朗温柔又阳光的她 把顾客都当成家人 希望提供优质的用餐环境 精致的平价料理 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老板娘黄秀圈要把亚咪的厨房 打造成为消费者的家庭厨房 让大家在忙碌的台中都会生活中 享受一段轻松快乐的美好用餐时光 记者陈文旭 张家琪 刘伟群 台中报导 大红店 三条 一家的 二家的 一家的 一家一家 二家 一家 四家